死刑犯的最后一天是怎么过的 倒计时24小时 犯人会从普通监狱 送往死刑监狱单独看管 倒计时21小时 这是他们人生中的最后一个夜晚 大多数人在床上一坐就是一夜 倒计时13小时 会安排他们和家人见面 让他们做最后的告别 倒计时6小时 会让他们洗澡 穿上自己喜欢的衣服 倒计时2小时 这辈子的最后一顿饭 在不夸张的范围内 想吃什么都可以 甚至可以来个滑子 吃完也就该上路了 我国通常采用的是注射死刑 一共三针 两针麻醉 一针安乐死 如果打完三针还没死掉 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